在长州大战之前 由于援军步步紧逼 宋廷计划利用吕石梦和吕文焕的数字关系 让吕石梦向元朝求和 于是升任吕石梦为兵部尚书 又追封吕文德为何义郡王 在平江的文天祥听说后很气愤 尚书齐展石梦幸苦 长州大战失败后 在1275年12月25日 宋廷派遣宗正少卿多秀夫 兵部侍郎吕石梦出使援淫求和 在援军大营中 援军强迫吕石梦下败 但是被吕石梦言辞拒绝 当时吕文焕也在旁边劝吕石梦下败 吕石梦毅然拒绝 并说自有家庭之礼 吕石梦的行为赢得很多人的称赞 此次求和伯延没有同意 1275年12月30日 伯延数十万大军离开平江 向临安进发 1276年正月初 伯延的大军抵达嘉信 嘉信投降 南宋朝中文官纷纷逃走 正月18日 援军左中右三路大军会合临安城下 谢太后派遣大臣杨应奎 向援军献上响表和传国玉席 薄言要求与宰相会谈 右丞相陈一忠当夜撤离临安 向温州方向撤退 宋公帝的弟弟义王赵氏 魏王赵炳 在国舅杨亮节 驸马都尉杨镇的护卫下 也在当晚前出临安城 向金华方向撤退 1276年正月19日 援军抵达临安15里的地方 薄言此时得知 南宋众臣权贵已经逃离 于是下令封锁临安城 有派遣大军水鹿两路 追击皇室臣员和陈一忠等人 正月20日 薄言下令禁止援军士兵进入临安城 并派遣吕文焕 带着皇榜 安抚临安城内外军民 又派遣一支慰问团 入宫慰问皇太后 正月20日 文天祥会见薄言 文天祥对薄言说 宋朝继承的是帝王镇统 你们是要和宋朝做盟国 还是要毁灭宋朝的设计呢 薄言告知文天祥 元朝绝对不会毁灭宋朝的设计 文天祥要求援军退到平江 再谈做盟国的事情 同时告知薄言 浙江 福建 广南 还在宋朝处立 兵力50余万 鹿死谁手 还未得知 文天祥抱着必死抵抗的决心 薄言很生气 便将他扣留下来 文天祥很生气 强力要求放他回去 薄言劝说文天祥不要生气 和谈的事情还未谈妥 留下他是要仔细商讨 薄言又命令万户盲务台 宣服使缩都 陪伴监视文天祥 真月26日 薄言解散林安各司军队 愿意回乡的放他们回去 其余的分配到援军各部 2月 薄言开始派遣军队 带着南宋文书去割地招响 同时派遣下跪的女婿 带着南宋文书去招响两怀地区 2月5日 宋公宗率领文乌百官 朝着袁大都的方向下拜 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 同时薄言命令左丞相吴坚 右丞相贾于庆 书密使文天祥等五人 走成齐勤使团 带着响表前往袁大都请祥 使团承传于2月9日从临安出发 2月22日 此时已经80岁高龄的下跪 率领淮西各部投降援朝 此时淮东各地区还在抵抗 扬州在援军的围困下 此时已经断粮 李廷芝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2月20日 南宋谢太后 夏诏书命令淮东支持李廷芝 向援军投降 李廷芝在城上告知阿祝 只有奉赵守城 从来没听说过奉赵投降的 阿祝没有办法 只好撤退返回瓜州 2月23日 阿祝命令吴坚 文天祥等五人的齐勤团 亲自写信劝说李廷芝投降 书信写好后 吴坚等四人都签名了 只有文天祥不肯签名 这五位齐勤使团 于2月24日抵达镇江 2月29日夜晚 文天祥趁机逃出援军大营 前往珍州 当时有谣言说 文天祥前往珍州 是为了劝祥珍州所降 这个消息传到扬州李廷芝的耳朵里 于是李廷芝下公文 要求珍州之州苗带城 杀掉文天祥 苗带城不忍心 于是放走文天祥 文天祥经过水路海路 经过30多天的奔波 抵达温州 1276年3月12日 宋宫帝带着宫女一百多人 官员数千人 离开临安 北上前往大都投降 援军的都元帅吕诗奎 和副都元帅李恒 攻打江西 硕果累累 截止到1276年3月 整个江西已经全部沦陷 1276年6月14日 陈一中 张世杰 卢秀夫 文天祥等人 在福州拥立义王 赵氏为宋主 这就是宋端宗 1276年10月 阿里海牙开始猛攻谈州 李福拼死守城 顽强坚守三个月 在当年除夕夜 援军攻破谭州 李福的参谋 也就是恒州之州银谷 兼大势已去 便叫他的弟弟逃走 保留隐世一脉 随后银谷面朝临安 全家老小四十余口 全部自焚殉国 李福得知银谷自尽的消息后 便举杯进英雄 随后李福叫来布下沈中 让他杀掉自己和家人 沈中杀掉李福一家老小 焚烧了李福的府宅 随后沈中回到家中 杀掉妻儿 跪地自吻 谭州就此陷落 此战 谭州大小将领官员 与全家自杀殉国的不计其数 整座城池经过三个月的激战 城池损毁严重 人口所剩无几 城池攻破后 阿里海牙反对屠城 谭州谨慎的军民得以保存 谭州陷落后 整个湖南全部投降 阿里海牙随后率领大军前往广西 1276年7月 宋端宗下诏命令李廷之到福州就职 李廷之得到命令后 带领七千人开始突围南下 李廷之无法突破援军的封锁 于是统兵前往泰州 李廷之离开扬州后 扬州投降援朝 援军派遣扬州将士 以及将士们的妻儿 一起前往泰州城下招降 泰州守城将士 打开城门投降援朝 李廷之见大事已去 自杀未遂 被援军俘虏 援军将泰州守将江才和李廷之一起 押往扬州杀害 扬州泰州瓦解后 珍州守将苗在城殉国 随后淮东各地纷纷投降 整个淮东全部陷落 1276年11月 援军匪陆并进 分六路向南宋发起总攻 阿里海牙向广西发起猛攻 塔初从江西出发 南下进攻广东 梭都 董文炳 李恒等进攻附建 1276年12月 张绝担任四川治治时 整个川东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而福建广东的宋军 接接败退 1276年12月 陈一中张士杰 统领南宋冠军17万 民兵30万 从福建撤退到广东潮州一带 到1277年2月 南宋的势力仅存泉州 潮州 珠江口一带 西部地区仅存重庆 钓鱼城 波州 万州 开州 奎州等地区 1277年 文天祥和张士杰奋力反攻江西和福建 但是随后援军猛烈反扑 宋军战果无存 张士杰从泉州撤退到珠江口 文天祥在老家几乎全军覆没 老婆孩子均被援军俘虏 他带着残兵退入广东 1277年6月 波州之州 阳邦县投降 从1277年7月到1278年2月 西部地区除了钓鱼城 重庆 开州 奎州 这几座孤城外 其余全部沦陷 1278年 宋军被援军围困在珠江口一带 1278年正月 张士杰派遣王用 向西抵达脑州岛 并向雷州发起进攻 但是被援军击败 1278年2月 文天祥带领残兵 从江西一路撤退到海崩 此时 文天祥已经和宋廷失去了联系 张绝率领军队 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兵一族 在1278年2月 张绝彻底兵败 重庆陷落 随后奎州投降 此时整个西部地区 只有钓鱼城 和城中十多万军民 还在继续抵抗 张绝兵败后 自杀未遂被扶 在押往元大都的过程中 自一而亡 1278年3月 宋端宗撤退至脑州岛 同时向雷州发起进攻 1278年4月15日 11岁的宋端宗 在脑州岛病逝 8岁的赵炳即位 这就是南宋末代幼主 宋怀宗 1278年5月 宋军雷珠战败 王勇图乡 此时 宋军的全部军队 聚集在雷州 滑州一带 犬崖交错的海岸线上 这里环境恶劣 于是 在1278年6月7日 张世杰率领南宋 歌姬官员 带着幼主向东北转移 在6月23日到达崖山 在此期间 文天祥一直在寻找宋廷的下落 直到1278年5月 才打听到宋廷在脑州岛 在6月 文天祥请求率领他的军队入朝 但是张世杰 以等待陈一忠入朝之后决定 为借口 不让文天祥入朝 张世杰和陈一忠一样 性情宽容优雅 而此时 朝中歌姬将领 大多都是陈一忠提拔 而文天祥个性刚直 阴气逼人 张世杰多有畏惧 到8月 文天祥进驻朝阳 宋廷加封文天祥为少保 信国公 并下发黄金500两靠军 1278年11月15日 张洪范率领援军追击文天祥 文天祥自知不敌 于是准备向海风撤退 12月15日 有数千民兵前来归附文天祥 文天祥停留了一阵 随后向海风方向撤退 12月20日中午 文天祥正在吃饭的时候 500援军骑兵突然出现 援军骑兵直接向文天祥奔袭过来 文天祥被扶 文天祥的数千军队溃败 1279年真月2日 蒙古汉军都元帅张洪范 率领舰队向朱江口进发 真月14日 张洪范抵达崖山 与宋军大本营 一千余艘战船遭遇 张世杰焚烧了崖山上的行工和营房 准备和张洪范决一死战 由于宋军没有守住出海口 导致被援军容一字长舌包围 张洪范一共有300多艘大型海船 行动不便 被张世杰的青州快船多次攻击 宋军小有优势 但是张世杰将所有大船 用铁锁连成一片 采取防守姿态 真月20日 蒙古汉军副都元帅李恒 率领大小战船120余艘 抵达崖山 和张洪范会时 张洪范命令李恒 驻守宋军北面 李恒派出的青州快船 攻击宋军取水砍柴的青州 导致宋军的青州无法靠岸 宋军取水砍柴的通道被李恒截断 宋军只能等到退潮时 河水流下来才能取水 宋军的粮食储备充足 但是由于缺水 宋军吃了十多天的干粮 张世杰派遣舰队攻击李恒的青州舰队 被李恒击败 此时张洪范已经占领了崖山 宋军舰队被四面合围 援军在崖山岸边加炮 攻击宋怀宗赵炳的旗舰 但是赵炳的旗舰非常坚固 援军的炮石无法伤到旗舰 宋军一千多艘战舰 向赵炳的旗舰靠路 来保护旗舰 宋军的战船四周用不连遮挡 能有效抵挡炮石的攻击 并且船体表面涂上一层厚厚的泥 援军对宋军采取火攻无法作效 而宋军每天都向援军发起十余次反击 军被张洪范抵败 宋军始终无法突破援军的合围 双方僵持不下 张洪范决定采取心理攻势 他派人向宋军散布消息说 宋朝的陈丞相已经逃走了 文丞相也已经被援军俘虏 你们为什么还要做无谓的抵抗呢 宋军不为所动 随后张洪范让文天祥写信 劝说张世杰投降 文天祥告知张洪范 他自己虽然不能够救父母 却教别人背叛父母 可以吗 随后文天祥把不久前写的过灵灵阳 送给张洪范 张洪范无法勉强 因此也就作罢 张世杰早年是张洪范的父亲张柔的部下 因为犯法就逃走了 在吕文德的手下认知小孝 多次立功 而此时张世杰的外甥也在张洪范手下认知 于是张洪范把他叫来 去劝说张世杰投降 张世杰不同意 随后张洪范多次派遣使者前来劝降 张世杰每次都隆重接待了元朝使者 并且请求援军撤退 留下广东一路给宋朝来供奉赵氏宗朝 南宋很多官员听说后都异常哀痛 但是张洪范并没有答应张世杰的请求 在2月6日早上 海水退朝 李恒率领舰队从北面顺牛向南 对宋军发起猛攻 宋军西北角被李恒击溃 2月6日中午 张洪范趁着中午海水涨潮 顺牛向北猛攻宋军 宋军接连损失多艘战舰 随后李恒从北面也发起进攻 宋军父辈受敌 由于宋军战舰连沉一片 行动不便 宋军舰队像一只巨大的困兽 被不断蚕食 双方激战一个下午 宋军战船上的旗杆 一根接着一根倒下 兵败如山倒 海面上一片火海 呼声震天 宋朝的众多贵官侍女纷纷涂海 张世杰请求带着宋怀宗赵炳一起突围 由于宋怀宗旗舰太大 无法行动 并且罗秀夫并不认为张世杰能突围出去 为了避免被俘的耻辱 于是罗秀夫抱着九岁的宋朝最后一位皇帝 跳入海中 众多大臣官员带着家眷纷纷涂海自尽 而张世杰最终只有十余艘战船突出重围 此战南宋的官员和军队丧失殆尽 2月7日海上浮尸十余万 南宋就此灭亡 忽必烈完成了元朝的统一大业 就在崖山海战的十几天前 整个巴蜀地区只剩下钓鱼城还在坚守 钓鱼城守将王立是张觉的副将 1276年张觉担任四川自治使镇守重庆 王立才开始独当一面守卫钓鱼城 钓鱼城自从城池建成以来 钓鱼城居民与蒙元前后经历大桥战斗200多次 成功坚守了36年 在1278年3月 重庆失守张觉兵败 亡命不通三年的钓鱼城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钓鱼城有重兵围困 外加河川连续两年大旱 钓鱼城粮草很快耗尽 到1279年正月 首将王立压力重重 钓鱼城城内粮草耗尽 而城外是复仇心切的川东援军 此时城中十多万军民命悬一线 王立决定有条件投降 只要援艇保全钓鱼城十余万军民 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限制就答应投降 1279年1月 李德辉亲自前往钓鱼城受降 袁廷许诺不杀钓鱼城一人 钓鱼城投降后 有二十多名不愿投降的将领自问殉国 不足三十岁的王立降员之后 担任元朝的地方官 他曾经开仓证明 爱名如此 王立保全了钓鱼城十多万军民 而随后又降员 王立成为我国历史上南宋时期 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至此 猛送送元系列视频暂时结束 有很多细节不曾设计 以后有时间再做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